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神作《时间简史》 这本书从1988年出版以来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文字,销量千万册 这本书如此流行,很多人都想知道霍金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是拿到书之后发现不容易读下去 那就让今天的解读来带你读懂这本神作 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的出版背景 霍金在《致谢》当中提到写这本书的初衷 他想写一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通俗读物来解释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宇宙从何而来 有人要问了,书名不是时间简史吗? 怎么讲的是宇宙呢? 其实,霍金给书起的原始书名是从大爆炸到黑洞,时间短矢 这本书总结了当时对宇宙的新理解 体现了对时间观念的变迁 霍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投身黑洞和宇宙学研究 他见证并且参与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 对于宇宙、空间、时间这些基本观念的颠覆更新 正是本书,也是宇宙学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好,介绍完了《时间简史》的出版背景 那么我们可以谈一谈《时间简史》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如何去读懂它 这本书一共有13万字12章,我们将分成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讲讲人类对于宇宙认识的历史 第二部分是讲述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这是我们理解现代宇宙学的基础 第三部分呢,霍金介绍了他对黑洞性质的研究 好,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人类对宇宙认识的历史 在人类对宇宙认识的变迁当中,依次出现了四个主要学说 分别是地平说、地心说、日心说和无限宇宙论 最初,人类认为地球是平的,也就是所谓的地平说 这符合我们对世界的直观印象 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 加上各种知识的积累,人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圆的 于是,地平说不再成立 在两千多年前,地心说诞生了 地心说的支持者是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代表的哲学家 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 日月星辰都围绕着地球旋转 这种观点呢,是符合当时人类的天文观测水平的 直到16世纪,哥白尼发现地心说的逻辑错误 地心说跟天文观测有误差 从而提出了日心说 认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呢,是太阳的一颗行星 伽利略和开普勒又对日心说进行了证实、修正和扩充 一百多年之后,牛顿继承了哥白尼以来的宇宙讨论 他发现万物运行靠引力,从而解决了太阳系和恒星的动力学问题 从引力性质出发 牛顿推测,这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 也就是无限宇宙论 人类对宇宙的理解是基于物理学的发展的 因为宇宙学研究的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而物理学研究的是物体运动的本质规律 所以在第二部分,霍金布希用了四个章节讲述物理学知识的进展 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讲到以亚历士多德和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 和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 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你会发现物理学和天文学是互相影响的 物理学的发展改变着我们的宇宙观念 我们呢,先来回顾一下经典物理学的世界 亚历士多德的运动学认为 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 不受力的物体就保持着静止 所以在他的地心说宇宙模型看来 地球静静的躺在宇宙中心 日月星辰分成各个圈层都在围绕着地球运动 但是什么在推动着日月星辰运动呢? 亚历士多德设想,在恒星那一层之外 有一个不动的推动者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推动 这个推动者是谁?不知道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个运动定律 想必你在高中物理课堂上被他们所为难过 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 他们第一次定量地解释了物体的运动规律 也把宇宙的讨论范围扩展到了太阳系之外 在讨论宇宙的时候呢 牛顿认为由恒星组成的宇宙应该是稳定不变的 因为数千年来我们看到的星空几乎毫无变化 因而宇宙群星整体上应该是处于静止状态 牛顿认为万有引力定律同样适用于恒星之间 引力会引起苹果落下来 也会引起一切有质量的物体向中心下落 所以他认为宇宙应该是无限大的 不存在中心 因为假如宇宙大小有限 恒星就会在引力的作用下 向中心聚集坍缩 从而就无法保持静止不动 宇宙也就会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当中毁灭 在无限大的宇宙当中 对于任何一个物体来说 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引力保持平衡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安静的夜空 这就是牛顿的静止无限宇宙观 有以下几点 一空间平直且无穷无尽 二时间均匀流动且各处相同 三物质在空间和时间的刚性舞台上运动 所谓刚性舞台 时间和空间是固定不变的 当时人类还没有发现 恒星寿命竟然长达数千万 甚至百亿年 对于我们来说 恒星看起来似乎确实是永恒的 当时的人类更没有发现 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如果超过了光速 时间就不再是均匀流动的 毕竟光速是超出人类日常经验的存在 牛顿的宇宙观保鲜期有两百年 当物理新思想 天文新发现接踵而来的时候 牛顿的无限宇宙论也就瓦解了 而这个新理论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二十世纪初 爱因斯坦认真考虑了光速问题 爱因斯坦把光速不变 作为了狭义相对论的基础 把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 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 经过十年努力 爱因斯坦又把引力纳入到了相对论当中 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时空并非是像牛顿认为的那样是平直的 而是被大质量天体弄弯曲了 牛顿告诉我们空间是平直的 由于引力作用地球在椭圆轨道上围绕着太阳运动 爱因斯坦则是认为太阳巨大的质量把时空弄得弯曲了 宇宙时空结构本身就是个曲面 爱因斯坦对引力的本质进行了重新解释 他认为时空的弯曲产生了引力 这也是广义相对论最核心的思想 利用广义相对论 物理学家弗里德曼和勒梅特发现 空间不可能一直保持静止 1929年 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了宇宙确实是处于膨胀的状态 除了广义相对论 20世纪物理学新大厦的另一支柱是量子力学 它也支撑着宇宙学的新发展 讲量子力学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光子电子原子核这些小伙伴 他们都叫微观粒子构成了宏观世界的物质 比如说光子构成了光 电子围绕着原子核旋转组成分子 而分子又是构成实物的基本粒子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微观粒子的能量是量子化的 不连续的 微观粒子遵循的规律 跟宏观世界的规律大相径庭 宏观物质的运动 虽然复杂 可是只要测量的越精确 数据越完善 就可以做出越准确的预测 就像如果街头上遍布探头 我们就能够记录一个人的日常行踪 判断他的行动目标 所以牛顿经典物理学是确定论的 但是在量子世界的发现打破了确定论 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 无论如何努力 你都无法准确测量一个微观粒子所有的物理性质 比如说位置还有速度 为了探测粒子的性质 我们必须用另一个已知的粒子 比如说光子来作为探针 但是呢 这个探针本身就会干扰粒子的状态 这种不确定性本质上不是由干扰造成的 而是微观粒子本身的性质 也就是说光子 电子 原子这些粒子的位置分布 本来就具有随机性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联手成就了我们对于宇宙的新理解 关于量子力学的研究 让我们探索到星体内部微观世界的规律 比如说在恒星的中心 氢原子核通过核聚变形成氦原子核 这个过程当中呢 释放的能量以光的形式发射出来 相对论则是为我们展示了宏观世界的规律 大质量的星体引起时空弯曲 时空弯曲是引力之源 各宇宙天体在这样的引力空间当中运行着 于是科学家们预测 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 而后不断的膨胀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诞生了宇宙当中的微观粒子 形成了恒星和星系 进而在恒星演化过程当中 形成各种元素 这些元素在宇宙当中重新聚集 形成了新的恒星 行星 包括地球 这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物理学新知识的产生 剧烈地改变了人类对于天文学的认识 现代宇宙学诞生了 我们甚至认为 这一次的宇宙学才脱离了哲学思辨 进入到科学研究的范畴 上世纪六十年代 天文观测的新发现有力的支持了宇宙大爆炸理论 天文学家观测到非常遥远的星体 这种类似恒星的天体简称类星体 它呢 其实是正在吸收物质的大黑洞 它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 这说明宇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确实存在演化 微波背景辐射是弥漫在宇宙所有方向的低频电磁波 它来自宇宙形成初期 性质符合大爆炸理论的预言 这些证据的支持 让宇宙大爆炸理论得到科学界的承认 取代了牛顿的禁止无限宇宙观 而霍金对于黑洞的研究 也正是由此开始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一起来说一说黑洞 当一个大质量恒星的燃料耗尽之后 会发生猛烈的爆炸 没有了热量的支撑 核心处的物质会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发生坍塌 形成致密星体 这就是黑洞 如果说太阳想要成为黑洞 就得把现在140万公里直径压缩到三公里 如果要把直径一万公里的地球 压缩成黑洞 直径就只有两厘米 因为这个坍塌处的引力非常大 连光线都无法逃脱 从外表看来就是个黑窟窿 所以说称为黑洞 当然这是指裸黑洞 黑洞周围如果没有任何物质 我们是看不到它的 因为它是黑的 宇宙也是黑的 但是如果黑洞周围有物体正在往里边掉 那就有意思了 黑洞强大的引力场会加速物质的运动 让它变得能量很高 从而发光发热 在进入黑洞之前发出强烈的辐射 也就是说正在吞吃物质的黑洞 其实算得上宇宙当中最明亮的天体 1965年在天鹅座 发现的一个强烈辐射X射线的天体 叫做天鹅座X1 它被认为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黑洞 对于宇宙学特别是黑洞的研究 可谓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脑洞 基于爱因斯坦天才的想象力和数学推理 在完全看不到黑洞的情况下 霍金等人竟然推导出来 关于黑洞的许多性质 第一 黑洞起点问题 1960年代 霍金开始研究黑洞起点问题 所谓起点 就是我们在数学上 把零放在分母上出现的无限大情况 霍金和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 彭罗斯在研究当中发现 根据广义相对论 黑洞当中必然存在着 这样无限大密度的空间 这就是起点 然而我们所有的物理学定律 都处理不了无限大的情况 也就是说 人类已知的科学定律 在起点上是失效的 起点 在科幻领域 是非常热门的词 2014年科幻电影 星际穿越当中描述 人类可能通过起点 进行时间旅行 当然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进入黑洞 并且活下来 星际穿越呢 当然也是没有提供方案 只是假设外星人为地球人提供了存活条件 第二点 黑洞无毛定理 1971年 霍金证明了旋转的黑洞必须是轴对称的 其他科学家把这个证明发展成黑洞无毛定理 这里的毛呢 是指多余的性质 也就是说 黑洞的性质 仅仅是由它的质量 角动量和电荷决定的 所以也可以叫黑洞三毛定理 不管形成黑洞的物质究竟是什么 黑洞究竟是什么形状 黑洞都没有复杂的性质 黑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物体 第三 黑洞面积不减定理 霍金还发现 只要有东西掉进黑洞 面积就会增加 如果说两个黑洞合并成一个 那么合并而成的新黑洞面积 就会等于或者是大于原来两个黑洞之和 也就是说 黑洞的面积永远不会减少 这也是被称为黑洞面积不减定理 当两个黑洞合并成一个大的黑洞 亏损的质量会以引力波的形式 释放到宇宙空间 传递到地球上 这就是引力波事件 2015年 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探测到了引力波 因此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四 黑洞不是黑的 黑洞面积不减的性质 让我们联想到热力学当中的商增定律 所谓商 解释一下 一个火字加一个商人的商 商就是衡量事物混乱程度的标志 那什么是商增定律呢 在热力学上 一个系统如果没有外力做工 它的混乱程度总是在增加的 就像那些熊孩子的房间 玩具绘本总是越来越乱 不会自行回到摆放的位置上去 这就是商增 然而这一类比就意味着 黑洞如果说具有商 那就会对应一定的温度 因此具有辐射 但是黑洞是黑的 连光都逃不出来 怎么还会有辐射呢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霍金提出了他最有名的贡献 也就是把量子力学应用于黑洞研究 这就是黑洞的霍金辐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所谓的真空 其实并不是真的空无一物 而是随时会产生许多动态的正反粒子队 也就是量子力学允许存在一个过程 暂时从真空当中借出部分的能量 当然能量不能无中生有 所以说这样的量子队 一个具有正能量 一个是具有负的能量 而且它们只能暂时存在 所以说从宏观上来讲 它们的能量总和仍然是零 因此霍金提出 在黑洞附近产生的正反粒子队 也就是正负能量队 负能量粒子会落到黑洞里边去 正能量粒子会逃逸出来 在我们看来就会等效于黑洞 具有这种形式的辐射 从这个意义上 霍金提出黑洞不是黑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 黑洞质量越大 温度越低 一般的黑洞霍金辐射会非常微弱 比如几倍太阳质量的黑洞辐射 比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还要微弱 我们目前发现的黑洞 都不足以探测到这样的辐射 所以从目前来看 想要证明霍金辐射理论的正确性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这本书的最后 霍金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发出感慨 科学领域的逐渐扩展 实际上侵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哲学讨论的命题 比如对宇宙的研究 在20世纪以前 哲学家们对这个话题发表的意见更多 但是20世纪以后 在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 科学家们能够讨论整个宇宙的诞生和演化 它也就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 虽然哲学家和科学家分享了许多共同话题 但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似乎越来越少了 终于是出现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隔阂 霍金指出 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的理论 却很少去问为什么 而哲学家们虽然说是想寻根问底 却无法跟上科学理论的脚步 霍金认为 在为科学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而激动的同时 不能忘记去追问深层次的问题 宇宙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 好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总结一下 时间简史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宇宙观念的变迁和物理学的大发展 以及关于黑洞的一些发现 人类宇宙观念的变迁经历了地平说 地心说 日心说 无限宇宙论 再到现在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宇宙科学的进步得益于物理学大发展 亚利士多德和牛顿建立了经典物理学体系 人类认为万有引力让星体间相互制约 过着平静的昼夜 进入二十世纪后 物理学新大厦的两大支柱打破了这一平静 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 引力来自于弯曲的时空 量子力学则是探索了微观世界的规律 微观粒子的运动是不确定性的 因为物理学的新发现 现代宇宙学应运而生 早期霍金对现代宇宙学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黑洞 成果有四个 一 因为黑洞的密度无限大 会引发黑洞起点问题 让时空穿越成为一种可能 二 黑洞无毛定理 决定它是一个简单的物体 三 黑洞面积不减定理 黑洞合并之后 面积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最后 黑洞不是黑的 科学家们正在探测 黑洞的辐射 人类天然的好奇心 决定了对宇宙的追问 不会停止 我们正生活在 新发现层出不穷 进展迅速的时代 《时间简史》这本书 之所以如此迷人 因为它向公众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野 让我们知道 宇宙正在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运行着